接下来我们寻找的市场美食 是在新竹城隍庙的西门市场 这家卤肉饭特色是卤汁咸香 但是不油腻哦 因为老板每天会亲自到市场 采买现宰的温体五花肉 用手工现切成肉丁 而且细心的过滤过猪油 这里的卤肉饭每天会热卖一千碗 来新竹城隍庙庙拜拜 绝对忘记品尝当地的小吃 在这每天进出两千人次的城隍庙庙 可说是美食的一级战区 要吃的除了有肉羹 炒米粉 芒芦煎 肉丸 还有传神两代日卖一千碗的卤肉饭 欢迎帮您一起慢吊 因为感觉还蛮多人来吃 就觉得应该很好吃 来吃看看 就很多人然后就拦着排队 然后觉得这次人比较少 就进来吃看看 你一次都来吃个几碗 他跟别家有事一样 二到三碗 然后别家的话就是吃起来会 到后面会觉得说 吃完会觉得口渴 那他吃完的话会觉得说 他的甘甜 然后也不会那么觉得说油腻 传乡二十年的卤肉饭 从庙前摊位起家 如今已经拓展到三家分店 由第二代老板邱文傅接手 虽然从小就跟在妈妈身边帮忙 但是半吊子的个性 让年少轻狂他总是经常翘班 只留妈妈一人忙碌 直到母亲揍事老板才会不当初 有时候想喝小酒 跟朋友出去玩 他都有时候会翘班 他想说妈妈妈会做就好了 但是自从妈妈不在以后 都会觉得说 当初为什么会让妈妈做那么累 那么辛苦 到那边就是只欲养而亲不在了 蕴海妈妈为了卤肉饭 始终坚持着妈妈留下的口味和做法 为了增加咬劲 老板舍弃绞肉 却用肥瘦比例3比7的五花肉 每天手工馅切肉丁 供折上碳200斤 卤肉饭跟所谓的肉燥饭不一样 因为肉燥饭是瘦的比例比较多 它很少肥肉 卤肉饭就是要肥的多瘦的少 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因为瘦的毕竟吃起来会澀澀的 干干的 卤到上色肉丁 飘出微微酱油香气 这时还得加入卤肉 而香上家乡的关键 是传承两袋的油葱酥 和特调的中药乳包 这也是经过我妈妈两年的研究 也是一直请教人家 要怎样说卤肉饭可以做的好吃 里面就是一些中药的成分 十几样中药的 像八角之类的 其他不便透露 古早为了卤肉汁滑顺爽厚 不油不腻 门主过程还得经过三次去油程序 我们卤肉第一次是烹调 那个调味 第二次就是焖煮 让那个油脂全部跑出来 你看我们这个卤肉 油脂跑出来 吃起来不会油腻 香喷喷的池上米煮成白饭 淋上滋味回甘的肉燥汁 油葱的香 猪肉甜 在口中浇织出最完美的卤肉饭 焦香去 这样开很久了 而且它的那个肉不会很肥 然后它的味道也很香 我们家小朋友也很爱吃 因为我们家住在新竹县 然后如果有顺度过来都会来这边吃 热卖二十年的古早味 还有这一碗肉羹汤 可是搭配卤肉饭的首选 老板娘快手将后腿肉切成细条 还得去除筋膜 避免影响咬尽口感 因为那个比较有弹性 刺起来比较Q 对 比较有口感那些 对 很好吃 为了保有肉质甘甜 店家坚持不添加任何人工调料 只加点酱油膏按摩入味 用酱油膏的话 比较甜 然后不会太咸 然后不惜要加味素 对 就有天然的香味 对 天然的香味 那拌道是一定要盛的呢 就是说那个肉 又看不到那个肉的颜色 就是有酱油膏的颜色 这样就OK了 老店以薄薄的地瓜粉 取代外层厚厚的鱼浆 凸显肉质鲜美 刚腌制好肉条多打二十一斤 立刻放入滚水锅汆烫到熟 吃得到完整肉条的肉羹 搭配解腻的萝卜 和香醇的大骨汤头 味道融合的恰到好处 它就是比较顺口 然后它的那个肉啊 比较不会那么老 比较那个算是比较嫩吧 然后吃起来比较不容易塞牙缝 老人家吃的话 比较不容易塞牙缝 先生你好 这边是带走呢 这边吃 是 你要带个小的 然后两碗小的卤肉饭 然后再加一个卤蛋 OK 好 一碗卤肉饭 充满着老板对妈妈的思念 一份难以割食的亲情 也成了老板传承家业 花养母亲手艺的最大动力